道口業專家是沒問題這一定會講 沒有什麼不敢講的啦 我這個開設這個頻道 絕對不分軍官士官士兵全部都有講 今天軍官發生什麼樣的軍機案件我一樣會講 對不對我上次就是有人一直批評我說 你都講士官 你都講士兵都不曾聽到你講軍官 那請問你有問題嗎 我曾經有一部直播 全部在講四個政戰軍官相關的尾師 四個軍官相關的尾師 那你怎麼都沒有說你怎麼一直在講軍官 你怎麼不講士官不講士兵 所以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讓大家覺得 我是很公正的在講 軍官士官士兵我全部都會講 不會偏談哪一方 只是說現在我為什麼你常常就像今天 憲兵夜應部隊四個士官翻牆去喝酒 為什麼是士官 沒辦法 目前國軍軍官士官士官士兵的比例就是1比2比1 大概等於1比2比1 所以我講一次軍官 講一次士兵會講兩次士官 這是比例的問題 這是比例原則 所以請大家還是不要誤會我說 你每次都講士官 你每次都講士兵 你軍官都不講 我軍官也講 軍官也有在講 所以請大家這個燒安勿躁 不是不講時候會到 還是會講還是會講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有關陸軍專科學校的這個將軍 應該是校長 因為陸軍專科學校只有 校長跟副校長是將軍 他的參謀長 他的教育長是上校而已 所以應該是校長 應該是校長 好這個陸軍專科學校 是將軍的禁禮口令 那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這個相關的這個照片 那我這個人就曾經 曾經製作過一部影片 裡面就是探討整個陸軍專科學校的招生影片裡面 所有士官的相關尾師 那裡面剛好我都沒有看到 因為那個招生影片就是要以士官為主 不會有看到太多軍官的影子 所以那部影片裡面我沒有提到軍官 那當然是就沒有提到軍官 因為他裡面就沒有軍官 所以就提不到軍官 那今天大家既然給我了我這個圖片 那當然一定會討論 這也沒什麼 他的這個禁禮的知識就是不對 這還需要什麼討論的 升到一個將軍的才有這種禁禮方式 真的讓人家非常的悍言 很丟臉了 因為你從少尉的時候就已經 可能連學校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接受了軍事教育 那你應該對於禁禮 歷政少息是最常做的 是不可能會有錯誤的 結果你卻犯了這個相關的尾師 又是在這麼重要的典禮上面 所以你那個真的是不行 那為什麼軍官跟士官又有不一樣的標準 也不能說我說軍事官有不一樣的標準 當然按照國軍的基本教練準則的話 無職並隆升職 這到哪裡都一樣 因為基本教練就只有那一本紅皮書 你是軍官讀那一本 你是士官讀那一本 你是士兵讀那一本 所有人都要遵從基本教練裡面的相關的規定 以及動作要領 那無職並隆升職這不用講了 這一定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個人 這個將軍的手是對的嗎 當然是臭的 但是我們不能說這個軍官 我們就一定要給他機會 我還是先講這個將軍 他的無職並隆手是錯誤的 那也曾經有一個憲兵上校 在某一次功績的時候 當時那時候基本教練的立正的討論動作 還是無職並隆升職 中職貼於復縫 還是這個 當時他就是沒有無職並隆升職 直接被記者拍攝到那個畫面 因為那個是一個公計的場地 他剛好被拍到 穿個憲兵的軍便服 在那邊無職並隆 馬上被拍到 馬上照片就上傳到了這個網路上了 一片華然 因為你升到上校這個階層 難道你還不會立正嗎 當然他 事後有被軍團級的一個將軍 稍微口頭訓斥了一下 那有沒有什麼懲處呢 應該是沒有了 都已經到上校階層 也不可能給他主官司機 不良存機一次了 沒有啦 就直接軍團級單位就扛了 就直接給他口頭的訓斥 所以有一些軍官 隨便吧 我覺得隨便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他就覺得我官當那麼大了 我隨便敬禮你又怎樣 我就是軍官 我就是將軍 我就是上校 我立正姿勢做不好 又怎樣 你能拿我怎樣 現在真的都不能這樣 因為現在每一個人都是柯男 軍中ABG這麼氾濫 你隨便都被拍 我不會騙你 所以軍官這第一點 你一定要特別記住 現在的軍官 你一樣有你的官階沒錯 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樣欺負人的 不能像以前那樣欺負人的 我上次就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上校在博愛特區 在總統府後面 被一個憲兵開設V8之後 說他的服役不整 他軍便服外穿 跟著他軍便服外穿 跟著他軍便服外面搭了一件便服外套 那那個上校就跟他吵起來 說我是上校的 另外一個憲兵在旁邊 又拿第二台V8 一出現的時候他沒話講 為什麼 兩個V8在開 現在是依法行政的年代 你覺得他還敢再吵下去嗎 吵下去最後難看的絕對是那個上校 結果上校就直接被紀委記 就紀委記而已 了不起 申戒一次不然就軍紀再教育吧 你怕什麼 上校不能軍紀再教育嗎 你騙我 像這個 你是軍官又如何 人家憲兵他就是可以登記委記 你上校又如何 那個憲兵好像只是一個上兵 還是下士而已 一樣登記他 因為他就是在執行他的 營外的這個登記任務 那他還跟他大小生 另外一個憲兵馬上站出來 因為原本那個憲兵另外一個是在 比較遠方也在蒐證 就是他有這種情形 你仗著官接彈 然後呢就對我們這個執法人員不盡 馬上他走到他前面 對啊 然後他說包括長官我這裡也在露營 後來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剛才從那邊遠遠就看到了這個景象 然後經過他們 因為我那天也要去博愛特區開會 剛好看到那個上校也是要去開會的 然後呢就看到了這個景象 因為博愛特區 那個時候我記得是高華駐在擔任部長 他那時候對於服裝移動要求非常的嚴格 所以他們部本部裡面的人員 是不可能軍便服外面搭便服外套 不可能啦 因為他們都知道部長的個性 部長很機車嘛 不可能 所以都是那些開會的人 對於現在的博愛特區相關範圍裡面的相關規定不熟悉 所以他就想說我直接穿軍便服太明顯了 軍表這麼多 名字這麼多 關節那麼大 我套個外套好了 結果就被登記了 所以你是盡管我們尊重你的關節沒有問題 但是你所有的各項規定還是都要依據內部管理 或者是相關的準則叫犯來遵從 你不能因為你是上校 你覺得你很大 然後你就怎麼樣 染頭髮的我等一下再講 好等一下我再講染頭髮 這個我還有另外一個體諒 好 那所以呢 陸軍張科學校這個將軍 他的手沒有五指並樓 是絕對是錯的 大家可以瘋狂的批判他 但是我覺得 士官要比軍官還要更對於自己的動作更加的熟悉 因為 軍官呢 他在基層的時間真的沒有士官那麼長 你今天一個士官你當一個上市班長 你可能一輩子都在連擊當上市班長 但是軍官不一樣 他歷練排長一年 表不起兩年 副連長一年 連長兩年 營長兩年 這樣才幾年 七年 他就走了 他不會再回來基層了 如果他是一個會生官的軍官 他不會回來基層 那你不許回來基層 各位弟兄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我已經當旅長好久都沒有好好來關心你們 最近你怎樣 他離開營長的行列之後 他再也不會去操作那些基層的事物了 所以呢 你說他對動作要領不熟 他對於什麼不熟悉 或者是他的軍長神 因為自己已經變身材變形了 身材變形了 然後呢會不會影響他的進行動作 可能會 我只是說可能喔 我沒有辦法說話 我只是說有可能 軍長服因為身體變形而稍微緊繃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在軍變服單位 我每年也有幾次都要穿著軍長服 甚至呢我也常常當相宜官 我常常穿軍長服當相宜官的時候 我都跟我後面的那些女士官女士兵說 哎不要離我太近 因為我轉身的時候 我怕去回到他們 因為有一些長官穿軍長服動作比較強 可是我的軍長服是剛剛好合身的 沒有特別緊繃 所以我每次往後去拿東西給長官的時候 我很怕去回到他們的那個盤子 拖盤 我很怕回到他們拖盤 所以我都說你不要離我太遠 你不要離我太近 我都常常跟那個女士官女士兵講 不要離我太近 我只有一步的距離 因為有一些長官很希望那些相宜人員 靠他們近一點 他才不用再走一步 但是我不用 我速度很快 我寧願跨一步 我也不要撞到你的拖盤 所以我都跟那些相宜講說 你不要離我太近 你離我一步遠 有些相宜跟著很近 當相宜官 其實每一個相宜官 他的方式不太一樣 拿官接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就是每個相宜官有不一樣的做法 不太一定 那就是習慣就好 就是要跟那些相宜配合一下 所以不然為什麼都要預言 就是要配合一下 所以像我就不希望相宜離我太近 不希望相宜離我太近 所以呢 我不是要幫這個將軍解釋 我是覺得有可能那個衣服也會影響他 那也有可能因為他變肥胖了而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 反正呢 總歸於去 這個將軍他做出的敬禮動作的手勢 是錯誤的 這是一定的 我們可以大力批判他 升到將軍就不會敬禮了 那有沒有很多這樣 有喔 有很多軍官都是 我還是在說 不知道他們衣服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剛才說的那個上校憲兵 他是穿軍場服 而且他的衣服正常 沒有特別緊 正常 他就是不想立正的 就這樣了 對 就是不想立正的而已 好 所以這個 希望大家不要再 逼我 不是逼我啦 不要再這樣說明 這一定錯 你知道我是一個按照規定的人 他這樣肯定是錯的 肯定是錯 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絕對是錯的 所以這個將軍呢 我不知道他是誰啦 應該是石文龍吧 還是誰 我那天沒有看太仔細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校長 當然是錯的 這不用探討 這是你 你叫我講一百遍 我也覺得他是錯的啦 一定是錯的 好嗎 謝謝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